哈喽,大家好,今天教大家做一款非常好吃的软曲奇 做法也非常的简单 零失败的那种,喜欢的跟着我一起试做一下吧 碗中加入100克温室软好的黄油 加入30克细砂糖,30克红糖,1克盐 用硅胶材给它按压均匀 再打入一个肠胃鸡蛋 用电动蛋来卸搅打均匀即可,不要过度的搅打 再加入3克小苏打,8克可可粉 3克奶粉,140克低筋面粉,给它上下按压翻拌均匀 再加入60克耐高温巧克力豆 继续给它翻拌均匀 翻拌均匀以后,用一个硅胶材给它随意的取一小份 放在烤盘当中 送入提前预热好的烤箱中下层上下火175度 烤13分钟